第1376集 方平笑得不知所以 怎么了 难以置信啊 别不信啊 那是我安排的 故意引诱那些敌是我的家伙 告诉你 那是让你不要误伤了自己人 这次 我要把敌是我的 敌是人类的 一网打尽 到时候见了天贵 别对他下手 天贵会和我假打 关键时刻反水 干掉其他人 论手段论阴谋 我不屑为之罢了 我玩阴谋 哼 你们别看活得久 现实还真未必有我多 你们活了这么久 除了修炼就是修炼 还会什么 我会的多了 我经历的也多了 你们别跟我比 方平最后看向灵霄 笑道 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参与 干掉一个真神 给你一千云 不算便宜了 灵霄 得罪我很多次了 这次再得罪了我 咱们就彻底 没转还余地了 说吧 方平虚影彻底消散 宇威冷冷道 时间 地边 圣人大战起 来就是了 方平语音落下 下一刻 宇威一掌击破虚空 虚空中一道 方平分身破碎 一旁再次升起一道分身 笑道 我在这儿 还要杀吗 又不用切割精神力的 我就在三十里方圆 亲自掌控 圣人不如试试找找看 能不能找到我 两次了啊 第三次 那我就当你没诚意了 宇威圣人脸色 愈加清冷起来 淡淡道 贪生怕死之辈 呵呵 别急我啊 真的 谈合作就谈合作 急我没用 我都说我心眼小了 非要急我 就不怕我最后成了大赢家 全部给弄死了 我是谁啊 我是魔啊 哈哈哈哈 方平哈哈大笑 转瞬间彻底消失 宇威站在原地 脸色再次变换 灵霄一脸正中 低声道 师叔祖 回去 宇威没多说 脸色却是始终清冷 他感受到了威胁和压力 方平就潜伏在他附近 可他始终没有发现 任何不妥之处 人在哪 两人很快消失 直到他们消失 原地虚空微微波动 远处 宇威忽然回头 下一刻 虚空破碎 方平虚影出现 你以为这是我真身 别逗了 我的分身千千万 下一刻四面八方 都有方平虚影出现 害怕吗 数十个方平都在笑 笑得甚人 我真走了 就在此刻 三十里之外 空间再次波动了一下 方平朝这边挥手 瞬间进入了荆棘海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怕 宇威忽然说了一句 灵霄也是脸色正常 这家伙哪是来合作的 这就是在示威 他在警告一些人 哪怕不帮忙 那也最好别参与 他很阴险 也很可怕 他收敛气息 圣人无法发现他 他隐藏在暗中 那就是杀神 不缺不灭物质 不缺本元器 他制造的分身 都有九品的战力 战力不重要 都收敛了气息的分身 这更可怕 因为不知道 谁是真的方平 找都找不到他 这样的人 若是一直盯着 一方势力 谁不警局 灵霄咬牙道 他在威胁我们 是 宇威淡淡道 是威胁 也是警告 我们这些人 都是变数 圣人之战爆发 我们很快可以赶到 我们这些人 反而比参战的人 更具危险 一群吃瓜群众 其实比参战的更可怕 宇威 袁刚 这些复苏 不参与的圣人 其实比参与的 更让人警惕 方平就是在警告 很快 宇威圣人 沉生道 他既然来威慑我们 那代表 他觉得他可以和那些人交手 他有胜利的机会 现在 是来排除一些意外因素发生 此话一出 灵霄也是严肃道 是说做 他说的助力 是真的吗 摩帝本宫不了解 那人 那人真的没死吗 宇威陷入了沉思 许久 出声探道 哪怕不参与 尽量也不要和田柜他们有牵扯 三界的局势 比我想象的更复杂 灵霄知道了 说着 灵霄忽然传音道 师叔左 方平威胁很大 您觉得 半途对他出手的话 宇威不动声色 也传音道 和我们一样观望的人不在少数 可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轻易下场 未必没人会看好人类 一旦如此 最后也许会爆发超乎想象的战斗 甚至 天柜那些人当中 未必就没方平说得起此 有些人也许真的被收买了 也有人 也许突然变卦 交好人足 一切皆有可能 三界强者 比你想象的更复杂 灵霄变色 点了点头 还真是 未必没那种人出现的 而此刻的方平 已经跑了多处 该准备的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进几海中 方平看向南七域方向 笑了一声 该遛狗了 大猫 准备干活 方平一声轻笑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南七域 就在苍茅和方圆动身不久 苍茅忽然张大了嘴巴 真的一口吞下了方圆 下一刻 苍茅摇晃着肥胖的身体 破空就逃 辫子 本猫装不下去了 苍茅大吼一声 迅速顿逃 委屈地大吼着 他们好多人 我们跑吧 就在此刻 南七域海上 方平气急爆发 声震天地 朗声笑道 跑什么 一群看不清大事的废物罢了 真以为能杀我 话落 方平大声笑道 来 溜溜狗 说吧 方平手中出现一个狗盆 上面雕刻着大大的几个字 速来吃 此刻虚空破碎 就在这瞬间 没人出声 却是由强者直接破空 朝方平杀去 没人说话 他们要杀方平 这是早就决定好的 没有任何转环余地 方平一拳击破虚空 笑声爽朗 这么迫不及待啊 人亡当云 空中有人冷漠 撕裂虚空直接降临 天贵 方平也是从另一处空间顿出 哈哈大笑道 哼 去和武王说这话 嚣张的什么劲儿 你以为你还能逃生 天贵冷漠 就在这一刻 苍猫面前 一位苍老圣人现身 平静道 苍帝 爱情静候片刻 苍猫转头就逃 身后又一位圣人现身 苍帝 此路不通 苍猫一脸委屈 你们要造反 你们敢对本猫下手 虎猫队长和大狗 绝对会打死你们的 后方 中年圣人淡淡道 不敢 可苍帝既然不参与三界纷争 此刻何必为了方平破例 苍猫大眼睛转动着 陡然喊道 骗子 本猫帮你缠住两位圣人了 你自己逃吧 两位圣人对视一眼 面露笑容也不在意 压制苍猫 两位圣人不算多 苍猫见状 咕弄道 两位圣人 反正本猫记住你们了 等大狗回来了 让大狗打你们 两位脸色微变 苍老圣人轻笑道 苍帝 五灯也未曾对苍帝如何 只是让苍帝看一场戏罢了 天帝再霸道 也不至于因此而翻脸 他狗脸啊 苍猫理所当然道 肯定要打死你们的 除非 除非你们现在 陪本猫去海中 钓一头大鱼上来 不然你们肯定要倒霉的 两人对视一眼 相视而笑 很快 苍老圣人笑道 带走苍帽 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至于杀方平 还有人 经济海中 此刻已经有两位圣人现身 后方一人 空中一人 空中的是天贵 后方那人方平不认识 此刻方平大声道 后方的家伙 自爆家门 好歹也让我知道 谁对我下手的 本座天赋 三十六圣中的一人 此人称号天赋 速度也是真的快 方平刚说完 对方已经撕裂了虚空 瞬间定位到了方平这边 方平手中圣人令出现 一印砸开空间 再度顿头 这时候前方虚空波动 一位虚发皆白 眉毛极长的老者将领 手持一柄长剑 淡淡道 此路不通 本座天剑 方平再次转弯 这一次 左侧一位冷力老玉出现 本座天巧 天贵 天宿 天剑 天巧 四大圣人 三十六圣中的四人 这一刻 这些人从四面八方 包围了方平 方平眼神变了 够狠啊 还有吗 自然有 就在此刻 又一位圣人露面 也是女性 艳艳动人 妖艳无比 本宫清末 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帝皇神朝 万事殿殿主 妖艳夫人孝道 人王屠戮神朝众生 该明白 会有今日的 五位圣人 就在此刻 清末笑颖迎道 人王 在等天幕 不用了 天幕那边 还有一位殿主去了 天幕 不会来远的 方平叹气 环顾四方 轻声道 哎 八位圣人 我方平何德何能 居然能引来八位圣人 苍茅带走了两位 天幕那边还有一位 这边五位 足足八位圣人 这一刻 此地 五位圣人气急爆发 整个禁忌海 都好像在颤动 为了杀方平 这些人这次 真的下足了血本 八位圣人出动了 与此同时 南六域 遇海川 吴魁山眼神冰寒 顾川 天鱼 鸡红 够看得起我 三位真神 顾川淡淡道 蛇王 你人族成也方平 败也方平 他太嚣张了 就在此刻 禁忌海方下 一头妖兽仰天咆哮 吴魁山看到脚 松了口气 可下一刻 一头金龙 一只大鹏 一头猛虎 三头妖兽出现 妖族三大真神出现了 脚 你也难逃一死 混账 本王的老祖是天帝 你敢对本王出手 可笑 天帝哪有后裔 此刻 金龙龙旗张大的嘴巴 生如红中道 最多不过是天帝一缕精血 和不知名妖族 结合诞生的杂种罢了 第一代金脚兽还算纯血 你算什么东西 脚大怒仰天咆哮 怒火滔天 这家伙在侮辱他 侮辱他这位尊贵的天帝后裔 六大决颠 围剿蛇王和脚 南六语 两位决颠 岌岌可危 海中 水利先倒 丽无奇牛吼声喊天 然而 此刻四面八方 也有强者压制 昆王 谢王几位都到了 丽无奇 你是妖族强者 是南皇一脉强者 你要为人族出战 昆王冷冷道 你丢进了南皇一脉强者 你丢进了南皇一脉的脸面 丽无奇咆哮道 你们敢在水利神岛围杀本座 谁给你们的胆子 我 就在这一刻 空中一尊虚影踏空而下 背负双手 冷冷道 回去 看在水利的面子上 本座不杀你 你敢出战 便是将我南皇一脉拉入战火 丽无奇 你还没这个资格 丽无奇仰天长笑 这是南皇一脉的传人 霸占了他水利神岛 此刻丽无奇化身人形 一位魁梧大汉出现 咆哮道 本王是水利一族的王 并非南皇一脉的丽无奇 本王也只代表我水利一族 你管得着本王吗 放肆 空中之人一声冷横 力无奇咆哮一声 瞬间化为原形 一头青色水牛 身高百丈 四体踏空咆哮道 本王不怕你 你敢杀我 老祖归来 水利一族必判 南皇一脉 我水利一族比你重要 本王倒想看看 你敢不敢杀我 杀了我 南皇一脉就彻底散了 你真以为本王不懂 放我离开 本王有本王的路 你没权利代表本王做出决定 这头大水牛咆哮声喊天 他不管那么多 他有他的路 震海水的路 此刻 这位圣人已经涉及到了他的大道之争 他已经在人族受益成就绝颠 此刻大道不坚 未来恐怕不可期了 空中 南皇一脉的圣人脸色冰寒 须旧冷冷道 好 既然你非要寻死 那就去死 从今以后 你立无奇不再是我南皇一脉传人 本王不稀罕 立无奇咆哮 瞬间摆脱压制 破空而去 昆王几位看向那位圣人 圣人淡淡道 既非南皇一脉 立无奇与本座无关 此话一出 几人好像得到了圣令一般 纷纷抱后一声 朝立无奇追杀而去